習近平與拜登在聯合國講話故意避開一個重大議題 習近平與拜登在聯合國隔空對話 學者分析背後的信息 留學的地位將會不保?寒山壁指出習近平的困境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3日週四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拜登與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時 正直全球遭到新冠病毒肆虐 導致450萬人喪生時 但習近平與拜登兩人在演講中 默契地對追究責任及溯源隻字未提 台灣國際關係學者張國成 接受本台採訪時提出 這是很重要的變化 他說,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說 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 對於之前說到的認為疫情起源於中國 要對中國追究責任 這種聲音在國際場合已經完全聽不到了 習近平也大大方方地追究起疫情的起源 代表中國對這部分已經做了相當防範和鋪墊 這是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 而且對疫情有相當描述的重要原因 在美國情報部門90日 掃緣調查宣告沒有結果後 拜登曾經公開表示 關於這場大流行病起源的關鍵信息在中國 但從一開始 中國政府官員就努力阻止國際調查人員 和全球公共衛生界的成員獲取這些信息 他誓言說 世界理應知道答案 在我們得到答案之前 我不會罷休 但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時候 拜登只是說 美國回來了 美國會將注意力集中在 掌握我們共同未來的關鍵挑戰上 其中就包括結束這場大流行疫情 習近平在發言中不僅僅告訴世界 我們必須戰勝疫情 而且再度與美國在疫苗外交上出風頭 他宣佈說 將對外提供20億劑疫苗 在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捐贈1億美元的基礎上 年內再向發展中國家 無償捐贈1億劑疫苗 拜登與習近平9月21日 接連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 觀察人士普遍用平淡來形容兩個人的發言 不過如果細細追究 在中美占越對抗一段時間後 雙方領導人的這場隔空對話 還是傳遞出不少內容 台灣淡大外交系主任鄭陰毛認為 習近平未能出席這次聯合國大會 突顯中共內部政治鬥爭仍然激烈 外部環境亦不樂觀 距離中共20大越來越近 將實現三連任視為首要任務的習近平 需要解決中共內部政敵 利用政治經濟外交局勢發起的挑戰 時事評論人藍述分析說 正是因為國內局勢的影響 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的整場發言 都沒有出現戰狼康調 他說 基本上就是強調合作 從這裡看得出來 中共有所降溫 希望與美國合作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中共在國內遇到一系列問題 比如說房地產等等 中共非常焦頭爛額 所以說中共仍然在玩弄兩面手段 基本不放過利用美國左派 對中共政權的幻想做文章 繼續為中共在全球的擴張爭取時間 爭取機會 美國真是剛剛從阿富汗的泥沼脫身出來 拜登在聯合國也說到這一議題 他表示美國回來了 我們不再繼續打過去的戰爭 藍述注意到 拜登還強調 美國會堅定保護盟友的利益 他說 因為這次美國在透露撤退的失敗 讓台灣、日本以及太平洋周邊的地區 與中共很接近的國家 特別是偏向於美國結盟的國家 對美國在處理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上 在兌現與盟友的承諾上產生了一些想法 拜登的這些話基本上是說給這些盟友聽的 拜登並未延續之前 他為撤離阿富汗辯護時提出的 將戰略重點轉移中俄這一立場 相反 他不點名中共的表示 美國並不尋求冷戰 這被批評為向中共復軟 也有觀察人士質疑他的態度 與美國在印太區域 於軍事上震懾中共的立場相左 鄭欽毛主任分析指出 拜登政府確實沒有尋求對北京冷戰的打算 他說 美國積極備戰我認為是為了阻止戰爭 也就是說美國在東海、台海、南海和印太這一系列的行動 還有軍事演習 是為了提高中國發動戰爭的代價 基本上是為了阻止戰爭 我不認為拜登希望主動去發動一場戰爭 這次聯合國大會將氣候作為重要議題 這符合拜登與美國民主黨的政策路線 不過 習近平並未因為拜登說的不對抗 而在氣候議題上展現合作態度 習近平對11月聯合國氣候峰會隻字未提 而就在兩天前 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主席夏爾瑪 Alok Sharma 還表示 峰會是否能達成協議? 中方至關重要 近來中國網絡公司、教育培訓業、娛樂圈等 接連遭遇監管風暴 相關企業和個人損失慘重、人心惶惶 《華爾街日報》9月21日披露 中國這一系列監管風暴的細節 習近平不再交給中共副總理劉鶴處理 而是自己親自領導 直接向中共中央辦公室發佈指令 指示各部委採取行動並協調政策 劉鶴還因為未能阻止滴滴到美國上市 而被迫自我批評 劉鶴未來的試圖走向如何 想備受外界關注 香港傳企作家 藝化局前文學組主席韓山碧 22日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說 劉鶴的地位不會被動搖 他說 因為習近平手下沒有幾個人 他可以信賴的幹部不多 特別是對貿易和財經方面有經驗的不多 他應該不會放棄留學的 報導引述熟悉習近平工作重心的官員的話說 在習近平看來 現在已經放任民營資本到了為所欲為的程度 威脅到中共執政的所謂正當性 該部認為習近平無以消滅市場力量 但習近平似乎想讓中共在引渡資金流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為企業家和投資者及其盈利能力設定更苛刻的界限 並對國內經濟施加比現在更甚一步的控制 韓山碧對《希望之聲》表示 在鄧小平時代 中國的開甲改放是摸著石頭過河 不知道具體如何走 杜光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就滿聲發大財 其實就是搞一個權貴資本主義 不理是紅二代或是官二代 有權利的人就賺大錢 權貴資本主義會造成嚴重的貧富懸署 習近平本身想改變這個狀態 一是打貪污腐敗 第二個是國進民退 替權貴資本主義做白手套的那些人 名義上是私營企業 但他通過權錢交易 就拿了許多國家的好處和國家的資源 習近平是要將這個權貴資本主義 變成國家資本主義 韓山碧翼不認為習近平會完全放棄市場經濟 他說 但是比較重要的企業他是要握在手裡的 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而且這條路會繼續向前走 他第三分配也是往這個方向走 他打擊娛樂事業的那些高收入 也是向這條路走 沒多久之前 習近平提出要通過三次分配 實現共同富裕 外界普遍認為 最終將會導致共同貧窮 澳大利亞取消與法國簽訂的 400億美元的潛艇建造合同 改與美國、英國 簽署AUKUS三邊安全協議 導致法國的不滿 9月21日 美國、英國、澳洲三國領導人表示 新協議將給歐洲和整個世界安全 帶來紅利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Scott John Morrison 說 美國、澳洲兩國一直保持夥伴關係 有利於世界繁榮 它會帶給我們全球自由、海洋自由 和我們地區的自由 莫里森還說 我們的夥伴關係也對其他很多國家提供支持 無論是東盟成員國、歐洲 或是其他地區的盟友他們 拜登 也表示 我們的夥伴關係與世界上所有其他民主國家的利益 是一致的 當日下午 美國首相約翰遜 Boris Johnson 在白宮會見拜登時說 這一協議有巨大的潛力 為整個世界造福 為整個世界的安全牟利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 AUKUS 協議的簽訂 突顯西方國家的一個關鍵戰略的轉變 即美國與其盟國願意冷落一個關鍵的歐洲夥伴 以對抗中共在太平洋的侵略行為 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 是北京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不當處理 對南中國海的侵略 控制太平洋區域貿易 以及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脅迫 令澳洲及印太地區其他國家 有了緊迫感和真正的壓力 加拿大現任總理賈斯汀·特魯多 Justin Trudeau 在選舉中再次獲勝 當選為下屆總理 據美國之音9月22日報導 特魯多以另一個少數黨政府重新掌權的大選 幾乎沒有改變加拿大國內的權力平衡 但它是使得正在進行的幾場外交政策辯論 變得更加占銳 而處於最前列的問題 就是新政府對中共的態度 報導引述網絡安全專家 馬富斯·科爾加·馬克斯·科爾加的話說 中共在加拿大這場競選當中 扮演了一個不受歡迎的角色 科爾加表示 在一屆特魯多政府 需要認識到加拿大面臨的 來自如俄羅斯、中共和伊朗 這樣惡意的外交政權帶來的很多外交政策挑戰和威脅 科爾加還說在北列甸哥倫比亞省 與中共結盟的行為者 將矛頭指向現任國會議員 這些人以前曾批評中共政府大規模的侵略人權行為 總部位於阿泰華的麥克唐納 勞理研究所 的分析師伯頓 Charles Burton 也認為 中共是政府面臨的一個突出挑戰 中國房地產龍頭恆大集團近日深陷債務危機 恆大於9月22日早上宣布 透過場外方式協商 23日會如期支付人民幣2.32億債券利息 與此同時 根據彭博社報道 中共央行向銀行系統注入了1,200億元人民幣 這樣擔心中國第二大房地產商違約 影響可能波及全球金融體系而緊張不安的市場 暫時得到緩解 另外,恆大於23日當日還需要支付於2022年3月到期的債券相關的 8,350萬美元利息 9月29日還需要支付於2024年3月到期的債券相關的 4,750萬美元款項 總計金額高達1億3千萬 恆大如果未能在預定的還款日期後的30日內付清利息 這兩筆債券都將違約 《華爾街日報》一篇社論指出 中國房地產泡沫危機當中 中國恆大集團China Evergrande Group 或是規模最大的案例 但絕對不是最後一例 評論還指出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一步棋 製造出上台以來最大膽的經濟倒注 篤穿中國房地產的大泡泡 卻不讓經濟崩盤 中國經濟下行 東北黑龍江省首當其衝 有某單光網民近期展示一段視頻顯示 在吳州國際商城 有多家街鋪空置 業主甚至免費出租 原因是不予以負擔物業費和取聯費 而在鬧市區 一家60平方米的商鋪 年租金跌至3萬5千元人民幣 東北居民李女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雖然租金很便宜 甚至免費 但仍然吸引不到租客 這也證明整個經濟環境都不行了 網絡作家蔡先生也表示 隨著東北的經濟愈來愈差 除了公務員隊伍之外 基本上很難找到正常的就業機會 人口在大幅減少的城市 這些房屋今後是一錢不值 如果國外的產業供應鏈從中國遷移出去 個性的房地產也會受到相當巨大的衝擊 據報導 雙鴨山市的部分二手房價 在近期更是 擦身了鶴岡浮身的記錄 官方媒體《證券時報》網站 沒多久之前報導 雙鴨山康安嘉園小區的二手房價 只是每平方200多元人民幣 一位佳牧師去看屋的人說 一位房主說 如果一次性購買兩套51平方米的住屋 總價可以優惠到2萬元人民幣 熟悉黑龍江地區的學者高先生說 黑龍江現在已經是經濟最差的省份 繼香港賢學施政召集人王逸戰 秘書長陳子森等三名成員被捕後 22日香港警察拘捕了前利自首的賢學施政發言人王元霖 他們的年齡都在18至20歲之間 罪名同為所謂的 涉嫌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節的新聞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在當日節目發布的時候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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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